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两个含义吧 一个就是说死板 不灵活 过于造作 过于雕竹 这几种含义在里面 通常是对于水平低的人有这种评评 或者水平低的人也经常表现出这种一种比较死质矮板等等这种表现 通称叫做降气 降气呢 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说 比如说工匠 木匠 铁匠等等 比如说我们坐一个桌子 然后就反复的去雕琢 反复的去摩擦 去修饰 这种过多的修饰 过多的局腻 这都属于降气的这么一种表现 大书法家写出字来 从不加雕琢 天然去雕士 天然 一味让了天成 就像古人说王羲之的字 求力天成 这个天成当然就没有降气在里面 降本身就是一种修饰雕琢 工匠 木匠 铁匠等等 打将都是在雕琢 它去掉这个雕琢 所以我们有时候形容美女 也是说的天生立志 天生立志 不用过多的去修饰 我过去看过 好像一个古词里面 就是形容一个美女 她在说那几句话当中 用的挺好 她说她 鱼千难买千金笑 留待何须百宝香 她又说 我也曾烟花柳相长游逛 见多少十女鸣记 无数的红妆 也无非烟织涂抹 我修饰的俊俏 拿似清天然俊秀自来的断装 这种天然俊秀自来的断装 但是我们写字本来就是学习过来的 都是一点点的练习过来的 它不是天然的东西 可是呢 居然在大书法家笔下 你就会感觉到 感觉到他写出自来 是天成 而没有任何一点修饰造作 所以孙国庭书谱说他 非利运之能称 同自然之妙有 就这种语气 都是在形容书法那种自然美 因此书法当中非常反对将棋 可是我们必须把话说回来 任何一个书法家 也无管他后来成为多么大的一个 伟大的优秀的书法家 他都必然经过降棋这么一个阶段 因为降棋属于是一个书法进度当中的一个阶段 属于这么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当中 肯定他会有修饰造作的时候 比如我们写字 我们比如说 写一个天字 比如说 它的主体是好的 就不用再去雕饰它 修饰它 对 即使这一笔没写成功 比如说这一篇 写的有点书尾 不管它 这太尖刻了 也不管 主要看这个气息 整体来讲 它是用成立就可以了 当然书尾太多 过于虚 虚风 像射箭一样等等 这些个方法都是不好的 虽然出现这些问题 但在大局上 整体是好的 就不要去管它 不要修饰它 因为我们平常像说话一样 难免用词不准 或者是有这个崩瓜吊字 或者是用词不准 或者是咬字不轻 难免有这个时候 但是你的基本的话 让大家听明白 这里面的含义 能表达的非常到位了 那起初小节东西 你就可以不管 不去 不去这个修饰它 我们在写欧体字当中 特别容易出现降气的问题 这是很多写欧体 是这个学欧体字的人 需要注意的 就是反复在这描作 越是不当人的时候 在这去描作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写一个横画 然后写着觉得不成功 然后又在这 在画 在签门 就这样 那么比如写一个钉字 这锅没调好 然后回来反复去描作 这些个 你看的 好像是 比布苗出来 要现在整齐规范了 实际上 死板 这个造作 这个雕琢 这种降气都出现了 所以我们在 这个写欧字的时候 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降气 但是又得原谅 大家都有这个过程 都有这个过程 但是尽量把这个过程缩短 降气 大概就是这么的 那田老师 我在一些书法评论当中 还能看到另外一个词 叫做匪器 这个匪器啊 我能够理解 说是指着这个书法作品当中 带出来的一种 不正派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田老师 什么样的书法作品 在表现形式上 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匪器呢 就是 本身对于写字 就是一种不尊重的态度 不尊重文字 不尊重书法 拿起来只有飞扬巴扑 故意表现自己那种潇洒 是另外一种美俗的东西 他就是说 看来他好像比较放得开 实际上 他不是在一种好的前提之下 放得开 我们说那些大书白天 他是在丘利天成 在丘利的前提之下 他天成 这是好的 但如果是丑怪 也是天成 那也不是好的东西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雕琢 造作 降气这些东西 是为了达到求力 达到美好 这么一个过程 学习渐进当中的 这么一个必然过程 所以这些个东西 不需要过多的去批评 是需要引导 是教导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一旦有匪器 这就是你心里不健康出现了 这心里不健康的原因 等于就是说 匪器 野器 霸器 等等 都会出现 有说这个霸器 这个野器 匪器 某些时候 可能是有褒义的 这个意思在里面 比如说 打球 运动员 要有霸气 要有霸汉之气 对 这还可以 当然说匪器 也不好 但是在写字当中 你不能有霸汉之气 这个自信 不等于是霸汉 所以一有霸气 这人感觉着 也不雅 因为书法是文字的东西 还是需要雅 对 雅是一些 因此说匪器这个东西 就是一种不正之风 我们现在看到 有些个社会上流传那种 流行书风 流行书风里 就常常感到里面有 野器 匪器 霸气 那田老师 还有一些书法评论 在说 你看这幅作品 太俗气了 这个俗气指的是什么呢 俗气 俗气比前面这两种 问题都复杂 这个俗有几个含义在里面 一种俗是因为俗 俗过于俗而产生的俗 可是呢 由于过于的俗 常常使人显得油滑 漫不经心了 不是 它就是这种油滑 也是由于这个熟练产生的 所以我们说俗是需要 优化是不可以的 俗后的这种优化 会给人感到很俗气的 比如说过去 经常说谁写的字 你写字 跟管帐先生写的一样 那管帐先生每天就写字 写的很多 也非常熟练 但是给人感觉了 就很俗气 所以这个俗诗 这是一个含义 再有一种的就是说 大家都学你 把你给学俗了 就是我曾经说过的话 你不管多好 大家都在学你 就给你画了一些漫画 等于丑化你 学不到你 这个好的位置上 比如说大家都学赵木福 结果把赵木福的精神 那个文雅 那个丘利 都没学到手 而写出来都是软绵绵的 或者是这个 这个扫金乌骨 出来是薄片 字出来之后 非常的这个 魅气 等等 就给你溜于俗 而且这东西 一旦流传多之后 原来那书法家的字 本来写挺好的 大家再看 也感觉到 你有这个问题 一学你都出了这个问题 学的人太多了 就会这样 因为你是大师 大家写不了你这样 都不学你 你那字倒是讲得非常珍贵 都学你的时候 慢慢慢慢把你丑化了 都丑化之后 明明你一再是优点 别人看着也不舒服 就是这种过于的书 也产生了俗的结果 这是又一种俗 再有一种俗呢 就是说 它的学识 它的功力都不缺少 或者说这种俗 是最麻烦的一种东西 就是从骨子里输 这个无法解决 这就是黄天坚 所说的那句话 他说输法 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为俗不可以 这个俗 就是他说 这个唯有这个俗 唯有这个俗气的东西 治不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那些都能解决 那种俗能解决 这个骨子里俗 你说读书少吗 读书不少 另一天的基本功 有没有 也有 哪一方面聪明吗 也很聪明 哪一方面不缺少东西 但他就是俗气 这个问题啊 实实在在是 我们说不清 道路明主的东西 确实有些个人 书架当中 有这种 有这种人表现 有这种表现 就是说 他那个俗呢 在骨子里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做人的一种品质 影响了他 就是他的人品 影响了他的学品 比如说 他虽然读书不少 有的人 比如说 我们单说 说学呗 有人读书不少 但他读的书啊 都是给别人学 他可以整本的背论语 整本的 这个背道德经 他都能通背下来 背下来干什么 为了给你一听 为了给你一看 为了向你面前 表现我有学问 这种就酥在骨里面 他是为了表现的自己 为了 这个更使自己出风头 更张扬自己 实际上 你心里存在这种动机 本身就是一种俗 所以 你有了文化 你有了基本功 都是为了达到 这个不正确的目的的时候 就 其俗在骨 比如说做诗 他很有学问 他对于诗的格律 掌握得非常精通 但是 他从来不说真话 他无病声音 为什么呢 他用诗来 故意的来装饰自己 他没有真心的 去表现自己的内心活动 于是这些东西 就表现的 魅俗 这种魅俗的东西 无药可救 所以 苏东坡说 唯俗不可疑 这种俗 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 然而 现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种新的一种魅俗 就是 你不是现在 写一种丑字吗 他就故意弄的丑字 给你看 哎 因为他有基本功 他能写好 他也不往好处写 他故意表现出来 与众不同 搞另外一套生僻的东西 是另外一种魅俗 这些个俗 都是 人的 品质所造成 不是薛养功利的问题 品质不好 对于书法的表现当中 就容易出现 某种魅俗的东西 所以这些的东西 也是 书法史上 不能够解决克服的东西 所以我们 只能是 踢出来 点到这个问题 解决的问题 我尚无两策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起字 这个起字 就是起来的起 我们先用楷书来演示一下这个字的规范写法 我们说这样写是规范写法 是指的 在古碑帖当中 楷书的写法 基本上是这样写 因此说它是规范 实际上 它按照我们的规范字写 应该 右旁是这样写 应该是这样 因此 因此我们向大家说 我们所指的规范 是指的 卑帖当中的这种规范 我们再写下 在卑帖当中 常见的这种写法 注意这一笔 这笔在写的时候 应该基本把口封盐 直接写一束笔下来 然后半路上横插一个横画 这是古碑帖 常见的一种写法 至于说 这个走的上面 运载的这个东西 如果说没有封盐 可以不可以 也未尝不可 但是显得就不严格 所以这个写法 直接写成一个 转折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 更显得轻便一些 好的 我们再写一下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字 它的基本的用意 就是说 我们介绍给大家 主要是这个走字旁 走字 在左边当中一个步手写的时候 和上一节 我们讲的那个蹄子 那个柿子 那个右半边 很接近 但是它毕竟是另外一个步手 因此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时候 也做一个专题 仍然是这个纳笔 有相当大的难度 难度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么长的点画 写得很整齐 很到位 不容易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纳笔的长短 粗细 高低 都很讲究 表面看来 它也没有准确的一个轨道 然而 当你把这个字 写到好的时候 你会感到 这好像就是 这有一个 有一个规定 使你 延续了这个轨道 比如这样写 就似乎高了一点 就是这一纳笔 似乎向上高了一点 如果这样写 又低了一些 所以 这一笔 纳到一个什么程度 要多长 要多高 粗细程度 这是很讲究的 这一笔是主笔 这一笔写不好 全字就塌陷了 所以这一笔的位置 非常重要 而且 要它的质量 所以这一笔一定要有力量 不要拖泥带水 有人习惯于写这个蜡笔的时候 一笔写不到位 于是就在这蹭 一点点蹭 就用这种方法 好像是 我觉得这种方法 不值得提倡 表面听来 又讲了很多的笔法 什么逆错 什么等等的 这个徐徐渐进 实际上 就给自己写不好 找了很多理由 是因为这种纳笔 一定要狠 要有力 而且写出要有味道 这还要严谨 别看纳笔 出去很远 很长 但是里边的两个字星 一定要紧紧相靠 避免松散 像这种地方 稍稍一散 往外写了一点 就了不得 就这个字星 整个就 就崩溃了 比如这写得很成功 结果你这个 就多出来这么一点 这个字已经失败了 因为它离的距离太远了 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应该基本取平 这是这么几条线 这是这么几条线 大家注意 这是几条线 相等的 只是要把这个四字 要写得离得走得更近一点 我们最后再演示一遍 稍稍写大一点 大家看 是这样 看这次的新书写了 凯书当中这么写 可以吗 就显得很不严肃 这样写就不好 但在行书当中这么写 就显得很轻快 很简洁 再来看一遍 这是一种写法 也可以不加这一横 直接写成这样 也可以 我们刚才写的第一种是这样 可以直接往上一起 这样也可以 来看一看 加在一起是怎样的 也很轻便 再来看一遍 这样写很轻快 所以这个纳笔就不像凯书那么样的严格 但是你也得练 究竟到什么程度 写的哪个算标准 在新书当中很难找到这种感觉 但是它必须到位 你能不能把它写到位 你自己心里会有感觉的 你写好了 你知道这笔写成功 因此按照这笔要多写 反复的写 当你写不好 你也知道这笔没写好 像这种纳笔在新书当中 没有严格的一个准确的如何如何 但是它却在成功当中 感到又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写法 所以大家都是在这么一点点的 接近这种正确的写法 在新书当中 关于这种纳笔 比如包括枝子 这纳笔究竟怎么叫对 还是这样叫对 还是这样叫对 还是说写成一个这么一个顿收的 写法若干若干 但是写好了怎么都叫对 写坏了怎么都是不对 因此新书的纳笔更麻烦 更给人一种扑素迷离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找到吧 又没有找到 说没找到又接近 往往大家都是在这个当中 停留在这个阶段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笔你说单写 再写一遍 是不是还这样 再写一遍 它不像砍书一样 砍书比如说这样的纳笔 我写十个 基本都是这样的 但是新书这种纳笔 就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新书当中 有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 这么一个点化标准 所以写起来就更感到困难 新书的纳笔 似乎还可以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一切还是有个度的限制 好的 下面看一看这个字的草述写法 草述就非常的简便 是这样的 写慢一点 再看一下 草述不再把这个纳笔写出这样来 然后再写这个 这就显得不轻便 所以草述在写的时候 就是这样 再看 就这样 虽然很简单 但你写下写起来的时候 我特别对初学的朋友说 你写不了几百遍几千遍 你休想把它写到运用自如的这个程度 因此我们写好一个字 常常是数以千计数以万计 假如说你觉得你很聪明 写三遍两遍你就会了 它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对一个字经常是 好容易把它写好了 每隔三两天再写又找不到感觉 于是再重新又用功 好容易又把它写好 隔段时间又忘记 就这么反反复复 渐渐渐渐才让它成熟 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 有把握的 想什么时候写出来 就什么时候写出来 到那时候才是真正的一种纯手 往往你开始学会了 它是不扎实 必须经过不断的复习 只有经过不断的复习 才有长进 故此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 不以悦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